韓國瑜跟柯文哲的關係 一直都是不錯的 但是關係不錯 叫做靜和關係 就是我可以跟你競爭 但是我們可以合作 這對韓國瑜來講 在黨內地位 是絕對是正面的 因為畢竟 陳秉甫這一個 就是跨區站台 昨天我們也特別分析這個事情 大家過了一天以後 在沉澱來看 就會發現說 這個事情是水到渠成 但是也算是加碼演出 因為畢竟在星期天 陳秉甫的造勢大外當中 三子 燕子 漢子 都是用視訊跟錄影的方式 來呈現他們對陳秉甫的支持 既然我最遠在高雄 我也是錄影 你侯友宜在新北也是錄影 我不來也不算虧欠 不是說兩個人去站台了 我讀缺 然後所以我剛才補一下 但為什麼他還要踏進來 他就是要破除這個 為什麼他還要踏進來 他就是要破除這個 他現在沒有跟柯文哲翻臉 可是他也釋出一個訊息 再也不要再說 因為柯文哲 所以我韓國瑜不到台北市 我倒給你看 還穿個皮衣有沒有 他平常也沒穿那麼 好像一副就是 沒有那麼怕 來了好不好 我來了 因為高雄不能 韓流來了 他不需要穿車 是不是 所以其實就會知道說 韓國瑜他再釋出兩個訊息 就是說我跟柯文哲的關係是好的 但是那個好 不是好到說 他是我的黨員同志 他所有的政治利益 都是我的利益 No 第二個就是 我對於黨員同志的參選 是在意的 所以陳秉甫現在看起來 有機會贏的情況之下的話 我再來增加他的勝算 我再來幫黨的同志 包含很快的會去台南 把他出這麼多刀 隨便拿兄弟還來騎台 韓流要去推動龍流 之後你們要看 這六個補選 如果說韓國瑜都適度的去 表示他的支持 其實有些地方像 金門跟彰化可能 還有台中 可能國民黨勝算 基本上會比較大的 台南跟台北 就是還在努力當中 這種狀況之下 接下來73席的2020的立委 區域的選舉當中 你說哪一區的這些立委參選 他也不想要去找韓國瑜來支持 就像2005年的馬英九 我記得很清楚 那個時候他其實只是台北市長 可是因為那時候 他算是媒體從而 也是人氣王 所以所有的立委選舉 都是拜託 跟馬英九可以來一下 所以這個時候 韓國瑜雖然是高雄市的市長 他不是黨主席 他也不是總統參選人 可是他有這樣的高度 他的這個身分 正好有一個人 也不是黨主席還沒有成立黨 也不是什麼總統參選人 他只是個市長柯文哲 被柯南韓 兩個人畢竟是 最會被討論 而且的確是 具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 現在這個階段 他們彼此保持一個友誼 可是有一點 我們必須也要講到就是 再怎麼說他們關係好 從1124到現在 也真的還沒有同台過 這就是現實 所以彼此都有彼此的顧忌 就是我不會公開跟柯文哲開戰 我說站在韓國瑜的角度 但是也請不要把我視為 當年那個站在柯文哲旁邊的 北農總經理 此一時彼此 現在的我已經是高雄的市長 已經是國民黨的政治明星 享用提供大家的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